哈囉,你好,我是曉芬 嗨,你好,我是Isaac 歡迎收聽 喂,說人話 歡迎收聽三個老廣播人 一邊喝酒一邊聊天 老廣播人 請自身,對嗎? 資深啦,資深 三個資深的廣播人 那Isaac,你到底當廣播人多久了? 哇靠 二十幾年了吧 哇,二十幾年了 對啊,我真是不敢相信 廣播的沒那麼久啊 好久啊,Dennis 沒有,但是我中間要後調 後來又去念大學 大概四五年的時間了 所以Dennis才是前輩 我們歡迎今天的前輩 DJ Dennis 歡迎,哇,DJ Dennis Dennis這輩子在台灣做過兩個工作 第一個工作是在軍樂飯店當櫃台 因為我是念飯店的啊 然後一年之後就開始成為廣播人 就再也沒有換過公司 也沒有換過工作啦 等一下,你中間不是還有當過歌手嗎? 你有出過專輯跟專輯啊 發過兩張專輯對不對? 發過,出過三次片 三次發片 對對對 一次是強力重拍 是跟高中的同學組的 然後一次是跟林子良發了一個單曲 就是海星仙 最近是發歐派聯盟 是一個也是大家一起來玩的一個單曲 三張都是獨立發行 歐派聯盟為什麼會讓我們覺得 有一點心酸的感覺 你們是故意的嗎? 就是你們那個MV真的拍得好心酸喔 他的ANR是這麼寫的啊 他的企劃是這麼做的啊 本來就是要給人家這種感覺 是是是 他整個後面那些都是set啊 他整件事情都是 他是ANR是這麼走的 喔,酷喔 因為那個project是丹尼的不是我的 那我們只是tag along的一個 那他既然很有想法 他也願意take the lead 我們就跟著兄弟一起走啊 整件事情是這樣子的 蠻好玩的,很有趣欸 OK 很有趣 而且我們佩服Denis你主持 在主持界來講喔 你的名字已經是非常響噹噹了 你其實可以不用再唱歌 但是你還是有這個音樂夢 還是想要發片 還是想要當歌手 是這樣嗎? 其實這件事情比較像兄弟來玩一玩 OK 就是玩一玩 因為碰到了一首好歌 就大力寫一個好歌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跟家福有合作 想說就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嘛 那個永遠留在舒適圈 好像也沒那麼好玩 try something new 像doing podcast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啊 真的 或者是做YouTube頻道 也是很難的事情欸 或者學著自己剪自己的片子 也是走出舒適圈 那唱歌這個事情呢 其實Denis就出了嘴巴而已 其他都是別人做完的 大力啊 跳舞也是可以抖椒的啊 等等啊 對啊 不過你為什麼會在同一家電台 同一個頻道 同一個時段 做這麼久 都沒有想過要換一下環境嗎 欸其實有人有挖的啊 有人挖的啊 但是Denis的偶像是Kobe 從頭一支隊 Michael Jordan也是 從頭一支隊 超帥的 中間換隊球員都不帥的啊 哇 所以你真的是一個很忠心耿耿的一個員工就對了 廣播的老員工 就好像老外講嘛 東西沒有壞就不要修啊 東西很好就不要修啊 然後本來 不是我的一直壞 所以我一直修一直換這樣子 你一直換 其實Isa換工作其實是兩個事情 一嘛就是你的錢比較多 二嘛你的勢力比較龐大 就這兩個事而已 就像兄弟吵架有兩個事情 錢跟女人就這樣 那換工作就是 你的職位比較高 more power 或者是你的錢比較多 那如果你 沒有我都是因為跟老闆覺得 跟老闆的Kimochi好不好 那另外一個感覺啊 他很看Kimochi 我是這樣子了 像這麼多年 Heat FM換了好多老闆啊 我們還是 覺得這個品牌喜歡的 還是留在這裡啊 但是老闆沒有直接管你們是嗎 所以 你們都可以 繼續戴下去 不會對老闆 就是換老闆了之後 而覺得 我還是比較喜歡 就著老闆的management的方式 其實沒有耶 每次老闆來都會帶一批新的DJ來 然後我們就會稍微換學一下 那 但都沒有換到你耶 第一天是冷門時段嘛 沒什麼好換的 半夜上班的人換來幹嘛 沒有 是你的名字太響了 真的 怎麼可以換你是招牌耶 然後第二 丹尼斯真的沒有任何的野心 就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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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管事情 不想搞這些東西 就人跟人的事情 丹尼斯不太 太累了 但是專心表演 那就好了 就做這個事就好了 那是最enjoy的地方 其他就別管了 因為大人事情很複雜的 大人的世界實在太複雜了 太複雜了 說到認真做好一件事情 你最近也在開始做podcast 然後你的podcast呢 我聽了幾集又不見了 怎麼回事 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FM的收聽率變低了 podcasts are killing us 那我也在做podcast 然後我也做radio I don't wanna be the one who heard the radio station 至少不是我啦 所以我就停掉了podcast 至少不是 就不是我 是這個原因喔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因為radio其實不斷在向下走 你也知道的 兩位也在 馬來西亞也是啊 對啊 因為就是podcast啊 因為podcast的關係 我發現馬來西亞不是因為podcast 是因為其他太多的social media like Facebook YouTube TikTok 這些都占据了大家太多時間了 所以大家沒有時間 或沒有必要再聽廣播了 但是podcast跟廣播是比較類似的啦 他們是比較接近的 但是我是這樣子看這件事情的啦 就是可能 我覺得podcast跟 其實跟FM radio 他其實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就是他可以水幫魚 一幫水 就不要是誰去杀掉誰 所以像我們家老闆 他現在就是很鼓勵 我們自己在外面做podcast wow 對然後你可以在外面做了之後 你有這個名氣 或者是像我們說人話 在馬來西亞也有一點點小小的成績 他就覺得很好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就是cross over 然後我們也可以介紹我們目前在這家公司這個平台做的東西 所以 Win-win situation 對 為什麼不 為什麼不 那台灣的情況呢 其實台灣的podcast這幾年 今年又下來了 就啾 下來了 台灣是比較很快洗心研究的一個地方 進入冷靜期啦 現在 對 那很多很多 你看到很多機器啊 麥克風的拋售啊 你就知道 啊 OK 慢慢的開始 Oh dear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為他需要很持久 你知道 做podcast It doesn't really make money 但是你需要很多很多的passion 那 你如果不能持續的產出的話 你很快的熱情就廢掉了嘛 那不然 你錢沒有賺進來 你就覺得 Damn 我一直在做白工 那就開始慢慢沒有熱情 對 又看不到 很好的rating 很好的number 很好的回饋 就覺得 好像我做的節目都沒有人聽 都一直上不了排行榜 然後錢也沒有進來啊 也沒有很多sponsor啊 你會感受到的嘛 那本來是這樣子 這個白做工的心情 永遠是沒有很好的嘛 那現在這個年代 又需要及時的feedback 就是我馬上要成功 那在podcast 還有廣播啦 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廣播需要 進行很多很多年 你才開始 有一點點感覺的 不會沒有像電視啊 或者歌手啊 會會比較快的feedback 反正呢 heatfm如果是賣牛肉麵的 裡面的一哥 絕對不能外面開個攤 不行 所以 接下來我問你這個問題 就更不可能成立了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你不需要去跟人家合作podcast 也是可以啦 但是以Dennis的氣場 你自己就是一個招牌 對啊 你如果來開一個聊音樂 或者是音樂訪談的podcast 我告訴你 白鄰國算什麼 你應該就是前三名啦 不行不行 而且那個要留給heatfm獨家 我的歌手房 我還留給heatfm獨家的 Clash of interest 我覺得你太厚道了 Danny 我覺得你太厚道了 你就是什麼東西 都留給heatfm 但是我自己的評判標準 就是說 就是公司也要進步啦 就是OK radio的部分 就是留給heatfm 如果我是你的經紀人的話 我覺得就是 that's OK 但是如果podcast的部分 他們還要吃掉的話 就有一點 因為他也沒有在 發展podcast啊 你不要害他啦 我們 沒有沒有 公司沒有關我的podcast 是我自己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你人太好了 真的 因為其實fm來到他的末日了 It's coming 你看得到 你覺得這樣 我們在死之前 會看到fm關掉的 就跟VHF跟UHF一樣 歐洲現在有些國家 已經在發生啦 是 It's happening 那Dennis 唯一可以做的是 You know what heatfm fm有多久 Let me be with you Let me be the last guy 關掉fm 最後一個上班 I'm gonna say goodbye to everybody This is the fm history Bong I turn off I'm the last shift 由我來關 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好感動喔 這是一件 我在幹一件偉大的事情 So don't stop me I say OK OK 你們見證這一切 你見證radio 從最爆炸的時期 然後一直到殞落 一直到死掉 Oh my god I respect you I really respect you 我們繼續努力 Fm能活多久 我們就盡量拼 小芬 Isaac 我們就是最後一批囉 Right now 這一刻 是是 我們真的 真的 我們見證了歷史 但是你 你歡送她的同時 你還是可以繼續做podcast啊 如果Fm走了 那我就做podcast 我就做podcast 要等Fm完全走了 我就會說 我不認同 我不認同你的想法 但是我很尊重你的這個精神 而且我覺得 其實在台 為什麼我這麼愛台灣的原因 就是因為台灣有這麼多可愛的人 他會因為有自己的信念 還有堅持 然後他就去做跟大家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通常這種人才會發光 你知道嗎 No matter what 不太確定 但是這是我所相信的啦 那如果 如果我開一個podcast 我變成什麼 John Rogan 什麼賺很多錢 That's different story 可是問題是 I'm not making so much money And I'm hurting my company 那for now 錢別地方賺 這個飲水私人 讓我留給我幹這個事情來做 OK OK 那我很好奇 我想問Dennis 讓你可以就是 從HitFm一開始到現在 都堅持守住這個崗位 然後做這個音樂節目 讓你堅持到今天的 沒有放棄 沒有轉去podcast 沒有轉去其他領域的 信念是什麼 其實Dennis很多那種 做廣播的人 都因為更多的機會 去做別的事情 Dennis沒有耶 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要 你有很多機會啊 I love music so much 它是這麼美好的事情 而且它是半夜上班的 它沒有影響我太多 其他做的事情 我白天開始可以露營啊 開始TV啊 可以做活動啊 但是沒有因為 我在一個prime time 我在prime time的話 我可能就要非常常勤架 那真的就對不起公司 因為廣播的魅力就在live 你不能live 廣播少了一半啦 就像是打炮跟打手槍啦 這個意思啦 哈哈哈哈 就這樣 這新光很好 他就是這樣啦 對對對 Dennis你主持了10年的 星光大道 金曲獎的 對 我們非常喜歡你主持的星光大道 Thank you 謝謝 希望還有機會 對 然後你 你會不會覺得 就是台灣現在因為金曲獎 因為兩岸的這些狗屁刀招的事情嘛 所以就少了很多對岸優秀的音樂人來參加 那你會不會覺得 這樣子有點 就是很像讓金曲獎也好 或金馬獎也好 很像少了些什麼 就是沒有過去那麼精彩 還是你覺得其實還OK 也沒有什麼改變 其實Dennis沒有太研究兩岸的東西 其實做藝人也不該研究兩岸的東西 現在就是要你靠選邊站嘛 其實Dennis不懂這個事情 但是也就是你問我變不一樣嗎 音樂的taste會變得不一樣 OK 它會變得不一樣 我們不談政治啦 就是我們只談說 會不會就是那個多元性變少了 台灣這幾年的音樂啊 你有發現變了嗎 有啊 我們音樂變了 感覺上很多多元的獨立的 然後努力跟流行的 那個很像越來越模糊 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台灣是一個小國 我們是一個小小的國家 這小小的國家呢 要讓全世界看到的時候 我們需要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它才會被人看到 嗯 包括我們 但我覺得台灣不需要了 因為台灣在整個華語音樂圈 已經是一個龍頭老大的地位了 We had 所有 We had the moment We had We had that moment 你用 had 意思是說已經過去了是嗎 現在已經不是這樣的感覺了 台灣這麼多年來 其實是90s打造了一個非常黃金的年代嘛 那個時候 還有2000年那一年 那個那十年 在90年代的時候 李宗盛大哥啊 林一蓮啊 有沒有 林一陽啊 他們的基地都在忠孝東路 四端個216巷那一突 做出來的 嗯 就那邊是黃金年代 在2000多年的時候 因為台灣並沒有那麼鼓勵一些文創的東西 那個年代 所以很多人需要尋找更大的舞台 就需要西進 所以這票人就慢慢的到了中國大陸去 所以就留下一些 從台灣過去的老藝人 那這票音樂就打造了全亞洲所有流行的音樂的根啊 你看中國好聲音名字 明天打出來 你看到很多很熟悉的台灣面孔在裡面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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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就 還有一些燈光師哦 音控哦 Mixer哦 場控哦 那些都是本地的名字 有些 你說台灣的名字 你看著台灣的 什麼什麼儀啊 什麼什麼秀啊 那個就是台灣來的 你就看說 哦 他們這票人 在2000年代慢慢的向西 那 也代表著我們本地的音樂 慢慢的 想要站到市場上面 需要做些比較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你要再發掘更多這麼厲害的一些新人 你要再發掘 那台灣是比較短視的一個國家 我們沒有辦法培養新人 像韓國一樣 就是你fucking做十幾年的training like你十歲training training到二十歲 然後出道 沒有 因為台灣 他們沒有那麼大事 然後需要即刻 I wanna win now 像胡人隊一樣 我現在就要贏 所以你在 找到這個歌手 他其實應該是個半成品 稍微train一下就丟出去了 了解 For example 網紅就是很好的選擇 因為你可以即刻有流量 那你要這個流量 你就即刻可以讓他紅 那沒有時間陪你三年五年 唱片公司可能都倒了 沒有時間 會不會是因為說 音樂的東西大家都做得太保守了 因為我發現有一些偶像歌手 其實資質啊 歌聲都蠻不錯的 但是可能唱片的那個方向感 都一直會去 你知道 配合大眾市場 比如說 第一首一定要一首芭樂歌 哇 一定會 一定會重的 然後第二首才來一些比較輕快的 然後跳個舞啊 什麼的 然後第三首就慢慢慢慢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可能他發第二張專輯 這個歌手可能就 就 用完了 then that's it 又再培養多另外一個 現在應該就一張專輯吧 就是你 對 就一張 就試試看 you make it or break it 你沒感覺就 他就換下一個 因為投資下一個機會會比培養一個老的快很多 現在台灣的大唱片公司開始慢慢沒落了 應該改成 華納開始 華納不撤出台灣了嗎 EMI跟環球合併嘛 還有很早以前 Sony跟BMG合併嘛 那其實就是大公司跟AMR這一套呢 似乎好像慢慢的失去他的魔力 反而現在喜歡創作歌手 在一個小的唱片公司 大量的發片 他很快的就新歌 很快的新歌 音樂非常不一樣 他在本地拿到一個小小的 自己小眾市場開個Legs演唱會 欸 maybe他就夠用了 他在本地就不會餓死了 我沒有想要 我不要一桶江湖的話 就不要像蕭敬城一樣 我拿下全亞洲的話 其實在本地就很夠吃了 你看 你看Julia吳卓元 他在本地就很夠了 清潔 都sold out 或者是你看五間琴 那是本地紅的事情 他就很夠用了 那他其實就不用搭飛機 說我要去馬來西亞 去新加坡 去大陸 去去巡回了 是 然後他的音樂可以做得很台灣 很local 像做radio一樣 當你的節目很local的時候 他其實很有感覺 很接地氣的 就夠sustain了是嗎 是 我知道今天的這個標題要怎麼下了 小芬跟Denis的高光時刻 因為我很enjoy 聽到你們這些愛音樂的人 我也自己 我也很愛 我太愛跟Denis聊音樂了 對 因為小芬他是 就是之前 我跟他同一家電台 他是我們的音樂總監 那家電台音樂都是他挑的 壓力超大 音樂總監 超難搞的 大人的事情 關死了 馬來西亞不是這樣 Denis 不要想太 不要想太 複雜 其實我覺得Denis講的 短視經歷 我覺得是 relatively 就是 如果跟韓國比的話 可能是 但如果你跟馬來西亞的音樂圈比的話 我覺得 台灣 還算是有在培養 而且是有耐心在培養人 你看馬來西亞這邊 根本就是 真的就是個體戶 你知道嗎 就是 必須自己 連公司都沒有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就是 應該這麼想 馬來西亞呢 是台灣的外圍 For example 如果你要你的唱片真正有個大跳板的話 對選台灣很棒 上海北京都是很好的選擇 那你看 除了馬來西亞之外 台北以外 像溫哥華 像Denis 故鄉舊金山 或者是洛杉磯 當地也是有很多很多很棒的華人歌手 但是也沒有唱片公司 也是很多個體戶 但是 當你在馬來西亞 你得到一個肯定時 You know what 可能就要打包 往大聯盟前進了 Yeah 到台灣或是到中國去 是 像Denis當年 在LA 當地表演很有成就感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情知道 我需要回到大聯盟 我需要回到 當時90代的基地 就是台北 我要試試看 我的身手行不行 那你就要 pack your bag 你要北漂了 沒辦法了 That's the way it is Yeah That's the way it is 尤其是對華人歌手 更是這樣子 是 而且 身為表演者 你沒有你的歲月去脫脫的 你沒有時間的 Denis 其實你也是 part of music community 然後你也是藝人 你也是一個 藝術家的感覺 這樣子 不要講感覺 我覺得你就是一個藝術家 Thank you 然後你是一個artist 那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現在一般的民眾 對artist 太苛責了 比如說 肖敬騰的事情 因為最近我一直在思考 這件事情 就是 為什麼肖敬騰 一定要選邊站 雖然我 Denis你也知道 我的政治傾向是什麼 我們所有在聽我節目 我跟小芬節目 都知道我們的政治傾向是怎樣 那你的政治傾向是什麼 我們當然是比較支持 就是我們比較台派 自由民主派 對 我們比較台派 比較自由民主派 然後比較討厭對岸的人 但是 我覺得 不應該叫藝人 去選邊 或者是認為說 藝人他對那一邊鞠躬哈腰 或者是 他們現在很常講跪田 我不是很認同這兩個字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 我這個感覺對不對 就是其實藝人 沒有這麼關心政治 他們也不了解 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只是覺得說 你們這些大人 真的是fuck it 就是你們應該幫我們 搭建平台 你們應該幫我們 把社會弄得好好的 讓我們能夠發展 但你們沒有這麼做 所以當我今天 我想要做一個作品 讓更多人聽到的話 我就選擇一個 可以讓我作品 讓更多人聽到的 一個政權也好 或者是一個power 他們可能沒有什麼概念 我不知道我這個想法 對不對 其實應該這樣子啦 在亞洲啊 我們把什麼東西 都打在一起的 for example 政治人物 體育人 他們的私生活 跟他的pro-life 是混在一起的 他是沒辦法分開處理的 你看 Ken & Wes多麼的花 他的音樂還是很多人聽 美國人可以把它分開來處理的 音樂回歸音樂嘛 但是在亞洲 他們都通通要混在一起搞的 就混在一起搞的 其實for一個藝人啊 我是主持人 偶爾唱唱歌 那for肖敬騰他是個藝人 其實哪裡舞台比較大 你就去往哪邊走 因為有更多人讓我聽到 我的歌更多人這麼主持 這沒有選擇的 他就是這樣子的 你要尋找更大的舞台 當你唱完了小巨蛋 我要試試看 我站上鳥巢什麼感覺 你可以去 你就要去唱歌的啦 那大人 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利益所在嘛 他們有他們的苦衷啊 他們有選票啊 他們有一大堆東西啊 那你也不能逼他們 他們一定有他的理由幹這個事情 他們都知道啦 只是他們沒有辦法的 你看在台灣什麼東西都是分成南北 支持不支持 for example Isaid你對同性的議題 你是最敏感的嘛 對不對 可以這麼說 在台灣 你問藝人 自不支持同性婚姻 I cannot say no 我不行的 我永遠都是支持 這個我也不認同 這個就是 這個也不應該應該說 就是 這是被政治操控的帶風向 就是你不能逆風而行 藝人是不能逆風而行的 真的 你看梁文英 就是因為失言嘛 然後之後也 他不應該說失言 就是他應該是 就是他表達他真正內心的想法 但是你不行的 要留更宏 在台灣就是不行啊 這就是政治不正確 是 現在在美國是不是也有一點是這樣 美國其實 I mean就LGBT這個議題的話 我其實沒有太 太跑進這個 在美國那邊 台灣是如此的 對 了解 其實我覺得在美國做音樂的大部分 都對LGBT是非常的習以為常的 他們是覺得不會去抨擊這個部分 但是在電影圈 電視圈 我的確有看到一些演員啊 一些導演啊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政治傾向的 就是他pro or anti 其實你要講就講嘛 freedom of speech 那身為平民百姓就OK 是他的想法 就好了嘛 不要公子嘛 對不對 對 對 就是說當我們在 在pursue我們自己的權利的同時 我們也要保留別人的自由發言的權利 互相尊重 對吧 互相尊重 就好像 Dennis是胡人的鐵粉 你恨胡人 我也 OK 好 我也尊重你啊 對啊 你 所以大家不要再去罵那些藝人了啦 沒有啦 我覺得也不是要罵 就是大家會對他覺得失望 應該這麼說 如果 覺得蕭敬騰騰做的不對的人 那應該是一個很本地的local台灣人 he has no way out 他殺不出去了 他只好這麼想 如果he has a way out 那他會覺得 OK you know I have a way out 嗯 我覺得大家要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當今天有這麼一個這麼大的利益在你面前 或者說不要講利益啦 就像Danny講的 一個way out在你面前 那個市場 OK 還是我們簡單化這件事情 台灣呢 前陣子打不到疫苗的 打不到的 We don't have it We don't have a vaccine OK 那有辦法的人呢 他就會飛到美國打疫苗 美國 對 第一 飛行這件事情是非常昂貴的 那個時候我記得 飛洛杉磯 是要8萬塊到9萬塊錢 飛到LA 哇 打完第一針之後 BNT你要隔21天 再打第二針 代表你需要在美國活21天 好 Airbnb也好 註冊也好 那是一筆非常龐大的錢喔 那可是當你打不到疫苗時 你有能力打疫苗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去打疫苗呢 因為你有能力幹這個事情 第一你有錢 你有時間 你不用工作 欸 Why not Go get it 因為We don't have it here 那罵這些去打疫苗的人 很明顯的 應該沒有這個能力 或者沒有這個時間 沒有這個錢 不是嗎 嗯 那相對的 老蕭 He made it 欸 Congratulations You made it 不是說 Oh you fucking kiss somebody's ass And fucking made it 不是這樣子吧 我覺得大家 因為他有能力啊 Respect that 對 然後你不能說 黃明志是占另外一個立場的 他為什麼就能夠 挺著腰杆子轉 我覺得其實大家要搞清楚 有的時候並不是說他們自己可以去選擇 要怎麼轉或什麼樣子的路線 像黃明志 He made this call 所以他就 I respect that 對不對 那像Denis 不能make decision I can't 我就ignore 我就不討論他 有飯吃我就做事 有小表演 有主持 如果我可以 affore quarantine 兩個月 for a super big job I probably do it OK 那我不能quarantine兩個月 for一個job 那我的decision就 I have to stay local for now OK 其實你們有沒有想過 把肖靜騰的事件 跟黃明志這個人 來比較一下 他的玻璃心 然後跟肖靜騰 所謂的貴中 田中 你看 黃明志是完全不care 因為他有說了一個statement 他說你看 玻璃心這首歌 我是完全非常的clear 告訴大家 我的statement是什麼 然後這一首歌 才一個禮拜 還是一個月 就破三千萬 然後你看 你除了這個 中國的大市場之外 其實你還有全世界 無數無數人的市場 所以你不要只是看 中國的這個市場 就是那個底氣 你要說出來 你要表現出來 所以我覺得黃明志 這一點是可以 值得大家 來跟肖靜騰 來做一個 you know 比较 一個reference Yeah 一個reference Denis你覺得呢 我其實 I have no comments He made his call 他決定 他要做這個事情 We should respect Right 就respect你 你做了 那就表示 這其實 我討厭你是 很難說出來的 就是你決定 這麼做了 Oh I respect that 對不對 我覺得還是要 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不是所有人 都這麼關心政治 大家一定要知道 而且不是所有的藝人 都像黃明志一樣 知道發生 政治發生什麼事情 有些藝人 他真的就是活在 他的藝術 跟音樂的世界裡面 They don't fucking care And they don't fucking know What's going on 他就是 OK 我的經紀人 告訴我怎麼做 可以比較 那我就這麼做 我就這麼做 只有大人才知道 只有大人才會 那麼解讀你 這些話 不是嗎 是 只有大人才會 一個字一個字 挑出來解你的話 而且我自己 越來越 對一句話不認同 就是說 每一個人 都應該關心政治 就是每一個人 都應該了解政治 因為你不了解的話 有人這樣說話的 有啊 有人這樣說話的 你生活方方面面 你都離不開政治 你教育也是政治 你的吃喝玩樂 都是政治 但是將心比心 如果音樂人說 每一個人都應該了解音樂 每一個人都應該 要會彈鋼琴 那你的感覺是什麼 Right 不用彈 聽歌你開心就好啦 你有感動 你有低皮疙瘩 這個歌就成功了嘛 不是嗎 甚至我們都 就是音樂圈的人 甚至都允許你不愛音樂 或你不聽音樂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要求 音樂圈的人 要來理政治呢 Yeah You got the point 而且 而且 這件事情真的很煩的 就是 為什麼什麼東西 都在一起弄 都要分 應該要分開了 很簡單 老肖的Summer 說 我那邊有一票工作 你要不要 quarantine 飛過去 然後我幫你做個crew 然後你在那邊 可以做你下張唱片 然後順便辦個巡迴演唱會 那你就需要離鄉背景 超過一年 老肖 Can you do that 那老肖就說 我的時間可以 你可以看看費用嗎 看完費用 You know why 我需要養家活狗 Let's do that 就飛過去了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不是嗎 他到了大陸之後 說 Oh shit 我需要打vaccine 那我local打就好了 就打了嘛 那你要怎麼樣嘛 對不對 那 那他是老肖 那 那其實 很簡單 網友也是挑人罵的嘛 老肖 還不算罵得太厲害了 還是有更多罵得更厲害的啊 真的 不是嗎 沒錯 那就不公平 那大家做雙重標準 不要這樣子搞嘛 對不對 為什麼我現在覺得 是跟陳漢典在聊天 是嗎 不要這樣搞嘛 Wow 對不對 你會不會覺得 漢典學你的時候 你看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煩 你真的是想法是什麼 他是我人生的高光耶 那是我第一次開始有工作做 就是 Oh 陳漢典 他是你的貴人 他cover我 他就 他就 他幫我上電視耶 你有沒有想過 能夠被陳漢典 能夠上那個 康熙來了 被模仿是一個honor 對 Denis 那是個誠實 那是個誠實 多少人在看啊 康熙 我一直在疲倦 我一直在疲倦 在疲倦 他給我一些工作 我常換完他就謝謝他 我都要謝謝他 我還請他吃飯 我要請他吃飯 我都說謝謝你 好久不見 又謝謝你 他最近不是 有一次YouTube 放出來 分享怎麼模仿我 什麼的嘛 蠻有趣的 真的嗎 他那個夾喉嚨 那個很像耶 很像 夾喉嚨是什麼東西 就杜德偉唱歌的時候 不會夾一下喉嚨嗎 跟著我 一杯 他唱不到高音 所以杜德偉會夾一下喉嚨 然後把他折上去 唱不到高音 這是重點 哈哈哈哈 杜德偉他其實過了40之後 他的高音退步很多 他需要稍微夾一下 用那個酷音夾上去 用哪裡夾 用喉嚨還是用其他地方 夾一下 別地方他可能要抓一下 我沒有想到你 這麼配合跟我們開黃江 你很棒 你很棒 Denis我想要問一下 現在台灣的電台 或者廣播 像你說的已經漸漸死去了 對不對 那你們現在 會不會想說 那往大陸那邊去看看好了 有沒有機會到那邊 去主持音樂節目或之類的 以你的這樣子的status跟你的人氣 其實現在啊 Denis 台灣人好像不能在大陸有節目吧 我記得是不行的 大陸有些大戲 好像也不能有太多的台灣演員 好像是這樣子 因為他們好像管制的厲害 我沒有很get into the details 不過這幾年 Denis有做一些活動 但是擁有一個電視節目 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 前陣子Isaac有幫你簽個線 其實那個節目也不是Denis 我是跟另外一位大陸DJ 他是介紹我出來 是個台灣特派員這樣子的 那個還有在做嗎 現在還可以做嗎 就現在大陸那個節目 是Isaac介紹音樂Big Bang 他是他介紹台灣特派員出來 然後在Ending的時候 我要把我節目還到DJ大白的身上 沒有啦 我也不算介紹啦 我就是小小的簽個線這樣子 說不定改變我人生的誰知道對不對 所以先Thank you for now 對 中國在主持方面錢好賺嗎 沒有這個 他差不多是我一集Radio的錢沒有很多 蛤 這麼少喔 是 而且還要撿完所有的東西 他並沒有那麼簡單 他其實是underpaid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以後的potential 所以加上我很喜歡這個事情 Do for fun Do for fun for now 對 那他underpaid的原因是因為他市場在搭 他不需要你 不知道 就是在經濟人的Ningo的時候 我沒有經過中間那一段 我只知道 以前打進來的時候 沒有覺得很多啊 對沒有覺得很多 那你在中國有簽任何經濟約嗎 還是台灣只能幫你喬 就台灣而已 台灣喬的 大陸沒有經濟約 簽過幾次都沒有成功 就是覺得沒什麼推啊 沒什麼job啊 其實都是人 人不在那個地方 比較難接地鐵是正常的 你需要長期在中國 對 那麼其實在covid這段時間 會不會工作 我想應該就是啦 工作可能比較少 大家都被影響了 那你是怎麼 covid應該是在2020年的年初吧 對不對 對 但台灣比較晚一點嘛 對啊 台灣的控制得很好 可是因為Dani是做 聚眾的活動 所以代表每一次我出來 就是很多人會聚在一起啊 主持活動 第一次shutdown是在1月吧 尾牙完之後的春酒 衝突沒有了 從2月一路到7、8月都沒有 金曲獎也postpone 到了暑假回來一點點 然後暑假就struggly的 一路撐到1、2月 然後5月又爆發一次 又shutdown 最近才開始慢慢的回來 那你怎麼cope 你心情上你怎麼樣調適 沒有休息一下啊 take a break 這個時候Dani開始我的podcast了 我的podcast的tuning錄音的一些東西 或者是學著用final開始剪片子 我懂得開始剪片子了 我做了自己一個.com 我學會了shutdown.com 那這個時候 我就把一些想要學到的技能 趕快就學起來 趕快練習一下 對 哇Dani真的好強喔 一直不停的學習 self-learning 因為我想幹掉別人 就這麼簡單而已 I wanna fuck people up 但是你就是不想要幹掉FM Radio Right FM Radio幹不掉 我想幹掉黃子驕 我幹不掉而已 他太屌了 我太愛你 我幹不掉你 我要向你致敬 賴小飛也很喜歡黃子驕啊 對 我也很喜歡驕哥 我覺得他有點 I don't know 我沒有那麼喜歡他啦 坦白講 我比較喜歡Dani's 在台灣眾多主持人裡面 Honestly 在台灣眾多主持人裡面 Dani's你最喜歡的Top3有誰 我最喜歡驕哥 我幹不掉驕哥 我只能愛你 所以驕哥是贏 對 第二呢 第二個我喜歡吳三如 他的知性派的 喔 對 然後第三 喜歡憲哥 他太厲害了 哇 就是身為主持人去參加他的綜藝大熱門 我分不到兩句話 但是我看他一個人 補稿演出一小時 我說哇 How do you do it 而且他在錄影時候的tempo跟播出的時候是一樣的 他沒有做修剪 沒有太多的後製的 How do you do that 他到底看了多少說什麼 這麼多information 然後字字句句都什麼京句都背起來了 真的 你怎麼幹的 而且他的梗是源源不絕的 他是旁邊的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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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做到憲哥很厲害 山儒他是很知青而且很年輕 他就完成這個事情 當然嬌哥 嬌哥是今天有歌手發片 我卡不到嬌哥的時間 我postpone我的記者會喔 Seriously Respect man Respect Jesus 那為什麼不能叫Janice呢 哇 笑命公司為了嬌哥的時間 對啊 好啦 我這樣講可能有點不禮貌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會不會是因為台灣的 那個機會或者是那個發展 有一點點太狹窄了 就是 我常常覺得啦 就是變成說年輕人一直上不去 因為就是像嬌哥這樣的老屁股 一直在那邊嘛 所以就是所有的 比如說記者發布會都是找他 然後電視節目也找他 不會啊 也有Lulu啊 沒有 有時候有阿關也有Dennis啊 但就是 為什麼只是為了嬌哥要換時間嘛 會不會有一點這樣子 因為他是嬌哥 沒有 沒有沒有 我覺得不只是在娛樂圈耶 包括了像是在科技圈也好 或者是商業圈 就是 白髮長長的老人 還有政治圈也是一樣啊 你都覺得會被壟斷的感覺 對 太多老屁股 其實霸佔住了這樣子 可是 Isaac 小芬 我還有Dennis 我們三個其實在某些方面上也卡住我們位置啊 也卡住一些年輕人上不到位置啊 我們也阻礙別人的發展耶 我們也在 其實 其實 演藝圈啊 就像是攀癌 就是你在攀癌有沒有 可是你手上有個斧頭的 這個斧頭呢 我一直在砍上面的人 我把他砍下來 然後我爬上去 然後同時下面有個人要拉你下來 你拿你的斧頭把手砍斷 他不要不要上來 然後繼續同時要這樣爬 然後in the meantime你要把自己的時間 你要把自己狀態train的非常的好 keep自己千萬不能老 然後你的所有的技能都在你的頂尖 然後不斷向上爬 不斷向上爬 因為你不知道下個時間 下個一分鐘什麼時候會來 你怎樣keep自己這樣子不老的啊 你明明大我一歲 每天練啊 你怎麼看起來比我小 你今年幾歲 45嘛對不對 我1976年的啊 Dennis今年18歲 我一點都不懷疑 你似乎18歲 謝謝 但我覺得這個是有付出的吧 你的甜食就會少很多 很多貴身啊 你的甜食已經沒有 然後也沒有吃飽的感覺 也不能喝酒吧 over my dead body 來來乾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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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吃喝一點點 有時候晚上睡覺的時候喝一點點 還是會喝一點點 人生是不是很多樂趣啊 會嗎 但是我也得到了很多 我也得到了很多 我也得到了很多 Isaac你這樣想 老天已經給了Danny 是一個全世界最棒的工作喔 一個愛表演的人 這已經是全世界最棒的工作了 真的 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 跟小芬跟Isaac 我為生命的歌 好幸福喔 是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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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拿起麥克風 我可以當 The Master of Ceremony 我可以控制全場 得到那個駕馭的樂趣 神經病 但這個時候你要 尊敬老天給你這個福分啊 你要給他更好的回饋啊 我跟你說 而且你還不用做管理 你知道像我們這樣 像我這樣 In order to stay in front of microphone 我要做管理 然後我覺得你真的是 你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fucking fucking lucky 你知道fortunate 因為你們 你們就可以 做廣播很開心 但 不是做管理 而且做廣播的管理 是很痛苦的事情 可以想像 因為我就是那個 最反骨的孩子 真的 而且DJ是這麼多職業當中 最難管的 就是 而且他有 他有很多人想法 身為音樂總編 你要把一個電台的調性 調出來 你要多少人配合你 而且每個人都要want to be different 那是個問題 對 所以你們現在還可以自己播CD嗎 還是都是RCS RCS 當然是有 RCS排 但你可以自己選歌 啊你說什麼 你可以自己選歌 當然當然當然 當然自己選歌 你知道在馬來西亞 有多少的電台DJ 現在已經都不可以自己選歌了 我們都會羨慕你啊 是 可是這個時候你就是 你的整個電台 所有DJ 你們所有人的Vision是一樣的喔 你才會有這種感覺喔 就是你在球場上的時候 五個人你的心跳是一樣的喔 那是一個多麼大的成就 五個人的tempo跟你是一樣的 我們的go是一樣的 我們喜歡的音樂跟Vision是一樣的 問題是 這個時候 問題是在馬來西亞 很多電台沒有心跳啊 他的 他的音樂總監 不像小芬這樣有心跳 他是沒有心跳的 我這樣講會得罪人 我也快死了 我也快死了 沒有我想問Denis 像Heat FM 你們的歌單 都是音樂總監去選過的嗎 還是 沒有 你們有一個小組 一個music group 然後大家討論出來的嗎 還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只有一個music man 就叫Tommy 他們叫Tommy老大 Tommy老大 他決定裡面所有的音樂 他每天 all he does he walk in the office 戴上耳機聽八個小時音樂 he picked a song 覺得是屬於Heat FM最好性的 那就會進入 難怪Heat FM的歌這麼好聽 他就進入了RCS 然後所有的DJ們 自己會試一下聽歌嘛 我們會寫一些recommendation 給Tommy老大 他聽完之後 他也會擺進去 或者他不擺進去 那這個時候呢 It's up to him 對 那其實這一刻 Tommy老大能待這麼久 表示我們的心跳 心跳的節拍是一樣的嘛 那我們在排歌的時候 就在我們這些大大的lump song 裡面選出自己風格的歌來 但是其實它是都是被過濾過的 它的調性都是差不多的 而且每一首歌的EQ Tuning Compression 都是一模一樣的 你會覺得每一首歌 它沒有太 就像一張唱片 它被Master玩之後 它的調性是一樣的 沒有違和感 意思是說 進到你們系統 那些歌 它也要被fine tune過 當然 被EQ過的 它是被EQ過的 難怪 那他老大好忙喔 他好忙喔 他耳朵又聾了吧 對 真的 還要聽過 我覺得這樣子選歌 才是真的有把 藝術的元素放進去 你知道嗎 是 因為我們這裡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 Dennis你可以聽聽看 然後你可以告訴我們 你同不同意 這邊變成說 都是用survey 就是公司會花很多錢 然後去survey說 到底現在市面上 在這個季度裡面 三百首大家最愛的歌是什麼 然後最高分的 就進入RCS 進入曲庫 然後我們就一直不斷的去 循環播出去 去loop這三百首歌 對 就我們這邊 像KIDFM這樣的 調調的音樂台 都是這樣子的format 所謂的format radio 不管聽眾 罵多少次說 你們的音樂就是reputation 為什麼一直在 重複一樣的歌單 重複率太高 對 他們還是這麼做 那這個就叫做 Top 40 Station的玩法嗎 Yeah 在LA有家電台 在LA有家電台 叫做KIDFM 102.7 我好喜歡KIDFM喔 那裡面 好好聽喔 那裡面其實 如果你聽個 一兩個鐘都好聽囉 你再聽下去 他每天再播一樣的歌 就要吐了是嗎 你會瘋掉 You get crazy 但是 這個就是Top 40的format 他有他 survive的原因嘛 但是Dennis 我跟你講 人家是 可能是一家Top 40 或兩家Top 40 我們是Fucking 所有電台都玩這一套的時候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我們有馬來文 英文 華語嘛 然後就是 就是所有的電台都在 就是小曲庫運作的時候 我就真的快瘋掉了 然後我很擔心說 哇 馬來西亞的聽眾 會不會聽歌品味 越來越狹窄 然後呢 Obviously就是現在 就是這個狀況這樣子 其實 其實Isep不會耶 這個年代 因為Radio不是文藝音樂得到的方法了 這件事情 也對 是的 所以我多慮了 我多慮了 他不是的 其實 其實現在的人聽的歌更多 你問Dennis現在 我在播歌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35歲的孩子之前 是不知道什麼是 35之後 人才知道什麼是Radio 35之前是不知道 什麼叫Radio的 嗯 他們知道 但是他們不聽 但是沒關係 我就放棄你 你就用你的Streaming 聽歌就好了 那35歲以後的歌 我就好好的照顧你 蘇永康啊 張學友啊 周杰倫就出現了 或者是像周星澤 他是年輕人唱老歌嘛 他的風格是老的嘛 你就 他們就可以進入這個format裡面 35歲以後的 那Dennis播歌變這樣子 You know what 35 after I take care of you big time take care of you good 那Dennis你播indie嗎 中文的indie 不播 不播indie 完全不播no 除非你的indie 是很流行的 那草東算嗎 草東就一首歌 Sunset Rollercoaster算嗎 對 Sunset Rollercoaster 不算流行歌 在我心目中不是 所以你也不播 maybe一兩首 沒有 Sunset沒有用 我有很多選擇 一天我36首歌 我有很多選擇 那魏如軒呢 魏如軒呢 魏如軒呢 有幾首非常好啊 像晚安晚安啊 買你啊 還是Good Track 那有些比較怪的 I skip it 魏如軒是他的同事喔 是 是我同事 我選一些他適合我的tone的東西 那你不會因為他是同事 然後就特別照顧他 他有些歌 就是有些歌 我就多播幾次 OK 像晚安晚安啊 OK 像買你 我就很喜歡啊 或者是不要不要啊 那首R&B歌 我就常常用他 我寧可重複播 不去走賢情 不選擇很危險的歌 對 那這張新專輯 你應該很喜歡吧 這張新專輯 我比較喜歡 但他這一張比較多R&B耶 對 可是感覺上是勉強唱的 是 但是為了R&B 可能都選擇 對 It's a good album的 他還是很棒 他整體是做得很好的 是 真的真的 所以Heat FM讓我很佩服的一個原因 是他們很respect你們 每一位DJ的聽歌品味 就是他真的是 Fully 讓你們做主 你們愛播什麼 你們就播什麼 是這樣嗎 會彩歌 Talk between songs You know 這幾年我們 因為Podcast流行的關係 我們允許彩歌才多啦 OK 以前不行 是不是 這是我得到的 就是我的 Feedback 總監說你可以講話沒關係 You're fine OK You're good You're good to go 以前不行的 Back dance不行的 以前是intro跟intro的時候講話而已 對 但我看娃娃常常彩歌耶 Sorry我 那是明星節目 那是不一樣的 喔 那是明星節目 對 那你在做歌 你在做演節目的時候 你要決定 你是不是明星節目的定位 明星節目的話 你就想要知道娃娃今天發生什麼事情啊 今天娃娃跟Louis做什麼事 我去準備演唱會 I wanna know everything about you 所以大家要聽她說話 多於聽她播的歌 就好像交歌組節目的時候 她就是一個明星節目 陶子姐講話 陶子姐可以有政治立場的喔 嗯 是 大家就愛那個 因為她是明星節目 明星他們是可以 可以說出自己觀點的 那Denis自己定位 不是明星節目 我是一個music man 我是一個音樂人 我的工作是把每一首歌的螺絲都酸起來 酸的緊緊的 酸的緊緊的 那是我做的 You have been doing that for how many years already I mean music man 這題問錯了 太敏感 太敏感 Come on 我覺得 平常我在主持活動 主持節目或發表會的時候 其實我的工作也是啊 我就是一個handy man 我把每一個螺絲都鎖起來 都鎖起來 Come on 我真的就是很羨慕 你可以一直堅守在這個崗位上 對 而且每天還是非常的 做很多功課 聽很多歌 我喜歡 你就是華語流行音樂的活字點啊 我盡量 可是最近腦容量比較滿一點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 來到我們這個階段 我不要講年紀 階段 來到我們這個階段 就是要善用科技 我們不能夠一直看記性了 Google 或者是 我沒有想過要自己 build一個自己的 music wikipedia just for 華語 流行音樂 不 這大人事情就別管了 專心表演就好 這不是你的目標 不是 創造這種太瘋狂的東西 不是Dennis的目標 OK 我要把每個秀做好 好好做好 組織好 就好了 Dennis你有想過出書嗎 For now 沒有 退休那天應該會 我在05年出過一本書 叫做功夫練好等運到 那個時候比較像是一個偶像書 那本書 那本書呢 就是講 How do I make it to a DJ 那 有點年輕了 那個時候寫這本書 所以如果 the day 那時候大概兩歲吧 我關麥 關麥那一天 應該要補 補齊一個完整版本 功夫練好等運到 the final edition 就是the moment 我決定這是我最後一次主持節目的時候 finale 我回去LA老家的時候 我會坐起來把它寫完 對 所以你會有一天是要回去LA的 要啊 落葉歸根啊 一定要回家的啊 台灣不是你的家嗎 台灣是我的家 LA也是我的家 但是LA是我長大的地方 那每個人在青少年時期 哪裡長大 你覺得那邊比較像你的家 你青少年是什麼人就什麼人 我也是這麼覺得 其實我覺得笨蛋才做選擇啦 對啊 不要逼我們這種選擇 也有人問我說 你到底以後養老要在馬來西亞 還是要在台灣 後來我想了想 我不能飛來飛去嗎 可以飛來飛去啊 對啊 現在交通這麼方便 一個地方住一年 right 其實在洛杉磯 像Dance LA人 其實台灣的夏天 太濕熱了 所以台灣對美麗 就現在這一刻 十月底 一度到三月多的時候 perfect 你就留在台灣 享受台灣 該做的事情 吃飯啊 台灣的健康檢查啊 你身體壞掉 這就休旅是最好的時間 然後四月多的時候 坐上飛機 飛到美國去 享受LA很溫暖 但是又不是太熱的夏天 你知道Dennis 我們很羨慕台灣人 你們有雙重國籍 馬來西亞不行 你必須選擇 你必須選擇 是嗎 可以有PR 可以有PR 但是不能夠有國籍 你可以有PR 那長期居留證夠用嗎 夠用啊 可以啊 那就行啊 不是RESIDENT 你不可以選擇 不要投票嘛 投票幹嘛 幹嘛要管政治 也對啦 也對啦 You don't care 是 好 Dennis 來介紹一下 你覺得今年有沒有哪一些 很有看頭的音樂人 推薦兩張 一張如果比較保守一點 推馬來西亞的蔡明仁 如果你喜歡聽90年代的情歌 他就是一個寫歌 寫得很工整的歌手 然後他有很溫暖的中低音 然後假音也非常漂亮 然後寫歌 他的旋律也非常catchy 這就是回到音樂最peer的時候 其實很好的選擇 你最喜歡哪一首 愛存在 愛存在 還有一切都會過去的 OK 原來我有眼淚 很棒 OK 他有到台灣宣傳嗎 蔡明仁 他有啊 他是在台灣唸大學的 Oh No wonder 然後他唱片是在台灣做完的 然後他是一個獨立發片的歌手 因為 他唸完書之後 他就問他的老師薛忠明 就寫曖昧的一個老師 嗯 薛忠明老師 我想要發歌 他就可能帶他的demo 去很多唱片公司 他就一直被打槍吧 那他二七歲 他決定 You know what 我要go through這個A&R 不如我自己專心把歌做完 So he went to the bank loan three million dollars and stop making his own album 哇 他發完 他發片之後 他做完之後 他做數位發行 但是他同時把音樂擺上的Sony logo 應該被拿了一半的骨頭出去換那個Sony logo 所以他很清楚怎麼去換的一個Name Brand的唱片 對 那他的唱片是交給丹尼斯的經紀人 好朋友工作室做宣傳的 那Denis聽完他的歌說 喔哇 好久沒有這麼工整的歌手了 他的情歌 Denis 我們在馬來西亞沒有聽到他的歌耶 為什麼你們沒有來馬來西亞宣傳 那你去問他一下 他可能飛不了吧 喔 OK 他現在還在台灣 他在台灣 他回不了 兩天沒回家了吧 他兩天沒回家 對 可以幫我們敲一下他嗎 對啊 幫我們敲一下吧 對啊他回不來的話 就來上說人話嗎 我幫你敲 我幫你敲 沒有問題 我認識這傢伙 畢竟我們是馬來西亞最多人收聽的談話性節目 很敢講 很敢講 你一定要有這樣的信念很重要的 對啊 是不是 就像說媽媽我的最大 是最大的 說人話 馬來西亞華語Podcast最大 OK 最大的 其他人慢慢追 慢慢追我們 是沒錯 要有這樣的信念是很重要的 對 好 那第二張的Denis 李傑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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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傢伙出了三十首歌 剛剛才發片 Just did 兩套 一套 他的CD是壓成MP3 三十首歌 很好聽欸 你喜歡高爾瑄 他稍微又比高爾瑄更柔軟一點點 很好聽的Denji 讚 好的 也是你們經紀公司嗎 還是是別人的 不是 不是是別人 對 好 那以後我們想要挑戰什麼藝人的話 Denis可以幫忙嗎 Come through me 我幫你搞定 好 哇 認識你真好 Thanks bro 我幫你搞定 我幫你搞定 對 然後你們再約就好 我把那個力給你 你就跟他聊抱歉就好 謝謝啦 真的太謝謝了 對這個在馬來 在馬來敲人比較難 就是畢竟台灣還是比較OG一點 就是要見到本人才算見面嘛 對不對 真的 通常我們這邊敲的話 他會說 麻煩你聯絡馬來西亞的唱片公司 或者是如果唱片有宣傳 或者什麼的話 如果沒有像這種 如果像這種所謂的獨立發片 那真的是沒辦法 真的是沒辦法 而且你聽到誰 你覺得有感覺 Let me know OK 而且很多獨立音樂人 他們現在不上Podcast 也不上Radio 他們Rather做自己的Podcast 你知道嗎 是啊 他們覺得 對他覺得他是去上別人的節目很土 不是 是Indie呢 覺得我不想跟主流沾邊 That's Indie Isaac你在流行Radio I don't want to be in流行Radio 他們覺得太Crochet了 覺得我們這些主流音樂人 我就是要Indie 不屑 他就因同溫層嘛 就是他有他的同溫層 也不一定是看不起啦 他就是有他們自己的想法這樣吧 就他覺得我去了主流音樂 我就拔蠟掉了 可能 那他反而會去上一個YouTuber的節目對不對 是 是他的朋友的節目 所以 I personally 如果你要訪問這樣歌手 你可能要打一個proposal 讓我pass給他 OK 他覺得你 你有研究我耶 You actually study me 那就很想上你的節目 In Papers 對 你有沒有就是收過一些歌手 一些心境的歌手 要上你的節目 但是你可能聽了他的專輯之後 You know 沒有感覺 然後你會怎麼樣婉轉的推掉 還是你就是沒關係 I'm a music man 我就是只要是音樂就可以這樣 其實啊 我的podcast 還有我podcast是誰來我都不會玩具的 但是HitFM的節目部 因為那個是一個商業電台 還有很多商業的操作在那邊 我不能去決定誰上我的節目 喔 OK 他有嗎 因為有可能下Q啊 老闆的朋友 I don't know who is it 但是HitFM 很多關係 這個就交給HitFM的pro 他們的節目部來完成 那我的podcast就很cold 就可以來啦 沒關係啊 我們就聊天 因為音樂這樣很奇怪 你講完你的故事之後 你會開始喜歡的 很奇怪的 Denis是真的 是真的 即便你第一次聽的時候 你沒有感覺 我會覺得這首歌就還好 是so-so 對 講完之後 你出來 喔喔喔 那你就想要聽歌 然後也可能 Denis你要繼續做你的podcast啦 真的 Please 我的podcast 第一件事情 當時開這個Wild Lakers 我只想講胡人籃球 OK That was it 就是講Laker basketball 那I enjoy talking Laker basketball Denis也不看任何的運動 也不看任何的球 也不看棒球 就是籃球 對 那後來這個節目做完之後 就開始有些人變成一個電 算一個電台通告來 OK 就是過來跟我們聊Lakers同時 他就推廣他的唱片 那 對 那就變成類似這樣的事情 好酷喔 那後來 我就 HitFM 我也發現 Oh shit 最近廣告其實少了些 你知道 Payboard少了些 那有個老闆聊聊天 說Yeah We're getting hurt by podcast 所以我也 沒有在賺錢的狀態下 You know what Let's put a pause to it for now 那就擺在這邊 對 那 我可以建議嗎 我可以建議嗎 來吧 Isaac 就是 就是把你晚上的節目 訪問藝人的部分 轉成podcast 然後 可以嗎 然後同一個branding 也可以在HitFM底下做 就是你們可以有podcast版本的 可是 可是 電台的行政 就不想碰這個事情 電台管人 他的operation 你就自己做啊 你就自己做啊 不行 I don't own the right 那個recording 他有他的right啊 那如果你自己開一個自己的節目呢 音樂節目 然後訪問藝人 那我就在 我就在桃園街賣牛肉麵啦 對 就是又回到你那個原則的問題 他的堅持啦 這是他的principle 就是我的音樂訪問在台灣 exclusively給HitFM 這是我對HitFM的心意 對 好啦 但是我還是有一個心願 就是我希望 DJ Dennis 有一天可以做自己的podcast 然後是做音樂相關的 不一定訪問藝人 但做音樂相關的 我一定會每一集都聽 Thank you man 那如果不能訪問的 那就請兩位幫我訪問調 好吧 可以 可以 丟過來給我們 丟過來給我們 好 所以兩位 所以兩位只有晚上跟週末可以 對不對 沒錯 沒有平日的晚上我們也很忙 因為我們要準備第二天早上的新聞 跟我們的節目 所以我們只有週末 禮拜六禮拜天兩天 好好好 其實我很好奇就是Dennis 你對於台灣的流行音樂 還有什麼期待嗎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word of advice 喔 這題很大喔 喔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金曲獎 其實已經改變很多 Cover專輯可以拿 拿進去了 有沒有 Cover專輯可以拿 之前不行嗎 不行從來沒有發生過 Never did 真的喔 上次有入圍Cover專輯是 莫文蔚的回味 那是20年前 最近有兩張Cover專輯 愛的呼喚王若琳 對 還有石哥許富凱 他拿下了金曲獎 然後羅日菲 所以是過例的 對 羅日菲是唱英文的喔 他入圍他拿了金曲獎 你看已經在改變 然後饒舌歌手現在也可以拿進去獎了 饒舌也是唱歌的一部分 OK 他是有在改變的 其實Denis對音樂其實就是希望這個旋律感回來 就是melody gotta come back 就是再雅俗共賞一點點 不要那麼的孤方自賞 糟冷 對 了解 聽得出來 你覺得吳卓元有孤方自賞一點嗎 拍 最近比較想太多 以前沒有 新專輯可以講是嗎 這張很明顯 他想show off他的Diva-ness 他要比較Diva一點點 他的音樂不要那麼的旋律 不要那麼的catchy 他的tuning比較low-fi一點 你會不會覺得有時候他轉音轉太過了 吳卓元嗎 其實他在唱完之後 他的producer跟他自己 一定覺得可以才發的嘛 對嗎 當然 我們就OK 我們就回家 尊重他 對 我認同你講的啦 Denis 就是希望那個melody再回來 然後 就是 華語流行音樂應該要有的自己的模樣 希望再接近平民一點本地的音樂 包括像韓流現在都很接近平民耶 是啊 因為韓流的R&B 其實旋律性都很夠的耶 韓國人多屌嗎 Isaac Denis早期在念書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很多韓國的同學 後來呢 我在San Francisco去了一個音樂學院 音樂學院也有很多韓國的同學 我就問說 欸你們來接下來要幹嘛留本地 他說沒有我們簽了國家約來的 國家約是什麼東西啊 就是國家pay for他的留學 Seriously 念完書說他們要回去韓國 所以有些名字 No wonder 那些韓的 噢這是我的同學耶 他們都通通回去了 那JY Park是你同學嗎 不是 But he's one of them right 應該是 這只是音樂是冰山一角喔 你看三星的手機做多好 這些人應該以前是拿了 拿了一些國家的資源去外國學東西的 韓國的汽車像不像歐洲車 根本一模一樣 They plan this out 他們沒有在跟你短視力的 他們是一個長程的旅程 跟你搞這個事情 So everything pays off 你看他們現在 欸韓流 他是幾乎一桶江湖耶 你要一個白人 從心裡面愛你 真的由心去愛一個東西 我要去研究韓流 我要成為韓國人 台灣的小女孩 覺得通通都要嫁到韓國去 那就是成功了 那就成功了 然後BTS登上了Billboard 登上了CNN 那個就是真的 That's a real deal 那個是真的用 但是Denis我們還是聽不懂耶 BTS 我們還是不會聽 那是用文化來征服全世界 真的 那是比炮彈汽車強一百半倍的事情 真的 我覺得那個還不在於聽不聽得懂 就是我覺得Denis在講的是 你會不會記得他的旋律 是 對不對 像BTS 其實你要講最近最hit的那首歌 你是哼得出來的 好啦小芬你不是這一卦的 我真的不是 對啊 而且小芬不止如此 這一票人呢 他因為喜歡的音樂 開始想要學你的樣子 就是你的流行打扮 你穿的衣服 對 你的髮型 這個是最厲害的征服世界 因為I turn you into me 哇 真的好可怕喔 這種文化侵略 是 但是我們希望台灣做得到 我們希望 真的 台灣加油 對 對對 台灣有這個條件啦 坦白說 你知道 Denis我們以前不管是廣播 不管是音樂電影 我們馬來西亞是多麼的 你知道嗎 崇拜台灣來的東西 包括像電台 我們那時候以前做電台的時候 我們會 你知道嗎 用那時候的上網 那種很爛的那種上網的 device 我們去收聽KID FM 我們去收聽飛碟 我們去學習你們主持的方式 然後把它回規了 Yes yes Seriously I swear 那現在呢 現在反而覺得台灣好像有一點點 給它 故步之風 對 故步之風 然後有一點點 就是沒有什麼進步 或沒有什麼的突破了 就是都是這樣 十年前是怎樣 十年後還是這樣 反而台灣的Podcast 就讓我們眼睛為之一亮 對 現在Podcast反而起來了 很多馬來西亞人會去聽台灣人的Podcast 然後去學習你們怎麼做Podcast Podcast就做廣播 It's almost the same thing but in dirty version 可是那個自由度不一樣啊 Just a dirty version of Raid FM Yeah Dirty FM啊 Dirty FM Dirty FM You're fucking right 是吧 你會繼續開心快樂的繼續做DJ Dennis 會 會 我會的 一直到FM死亡的那一天 會陪著 希望FM他永遠不亡 然後Dennis就其中一個 中間一個很光輝的時刻 跟著Hit FM走 我們就希望DJ Dennis可以繼續的陪伴我們 不管是在什麼年代 或是透過這樣子的管道 好不好 好 DJ Dennis 華語的 謝謝你 華語流行音樂的Wikipedia Music Bad 哇 Thank you very much 恭喜介紹到馬來西亞最厲害的Podcast 最多人聽的 謝謝你 謝謝你今天來上節目 謝謝 有機會我們繼續再聊 謝謝 Thank you Bye 謝謝 Isaid be good huh Don't fuck around Bye 好好笑喔 你怎麼知道我會fuck around 你怎麼知道我會fuck around 會回去一定要剪下去 Because I feel you man 欸你們兩個認識多久啦